哈囉各位觀眾我是NO哥 今天來一點比較輕鬆的話題 上個禮拜日我跑去打了一場生存 結果來講是蠻悲劇的 那段時間大概可以打四場 可是我只有去打兩場而已 那有一半的時間其實都是因為 花在調整這把M4的HUB UP 那是我第一次下場 那個HUB UP一開始根本就沒有調好 我那個時候是把它調成最緊的 在家裡面打靶的話 基本上HUB UP到底有沒有調好 根本就看不出來 當時我只有帶到 像這樣子的一個六角扳手 然後還去調整 這個M4的HUB UP 那真的是 搞死我了 現在想想真的覺得 有出那個家常版的六角扳手真的是不錯 確實是有那種價值 當天就是只有帶到剛剛給你們看的那個 短短的那個 我調了一個多小時 調好了之後呢 我就發現 這把槍上面 第一個是有準度的問題 非常的飄 第二個問題是它的射程實在是很短 我那個手把 HUB UP UP調好了之後呢 它的射程大概只能 有效射程大概只有到20到25公尺而已 它的彈道大概就是這樣子 飛直線 然後 上去 上去一下下 也馬上下降了 目前這個是用原廠管 原廠內管 之前的開箱影片沒有介紹到 它是 這把是14.5寸的 M4 換算下來大概是370毫米的內管 目前來講我還是不知道為什麼 不確定啦 不確定 確切的原因 為什麼它會這麼快的就下降了 然後也注意到一個問題就是 這一把槍的HUB UP 它的下壓點 如果你把它壓太進去的時候 它就會直接升隆前上去 稍微把它放鬆一點點 放鬆一點點而已 它就 變得跟我一開始講的彈道一樣 上去一下 把它壓下去了 那個射程基本上 完全沒辦法做調整 然後在這個狀況之下 又很容易發生就是 槍口朝下 它的BB彈就從槍口滾出來 我大概知道 有幾個方向可以去做處理 第一個就是把 飛機座 那個頭把它稍微打磨一下 讓它變短 那這是不是正確的做法 我不清楚 因為我還沒有去量過 那個飛機頭跟 推到槍管內部的時候 到底是在什麼位置 說真的這個 到底要怎麼測量 也是一個問號 第二個方式大概就是 就是把HARP皮把它換掉 這個原廠HARP皮 唉 不要講 因為我現在搞不清楚 到底是管的問題 還是HARP皮的問題 這兩個到底 影響層面多大 不知道 目前已經有在考慮 要把管跟皮換掉了 如果要再說槍上的問題的話 我現在是把它裝回了 它的提把 那我當TN完的時候 我是裝內紅點 內紅點的話 那個時候 只是大概調整 大概調整 也沒有做歸零 因為也沒有辦法做歸零 因為也沒有辦法做歸零 我參加那場生存 它算是一個叢林 幾乎全部都是叢林 有很多的掩體 有很多的樹叢 簡單的講 我覺得是在一個 你沒有辦法分辨自己方向的一個 綠地 對我來講 這樣子的場地其實蠻難打的 然後呢 我現在穿的衣服 其實跟當天參加的是不一樣的 我當天穿的衣服 上衣是一個藍色的格子襯衫 所以 上半身超級明顯 然後頭上是戴一個小帽子 算是深藍色 然後褲子的是穿 牛仔褲 所以 其實不管從哪一個角度來看 我的身上都是非常的鮮豔的 在這種綠色的草叢地裡面 然後 再去看一下 現場其他人的配備的時候 你就覺得 哇 那 這次下場的時候發現 迷彩這個東西是很重要的 所以在那場 那個場地裡面 有效交戰射程大概是 25公尺開始起跳 那比較長的話可能會到 30-40 那也是在一個 比較寬闊一點的 地方的時候才會這樣子 那平常的交戰可能都是 20-25左右 以我現在這把射程來講 算是 還是很足夠應付的啦 可是 因為它射程本來就真的很短 它會亂飄喔 所以變成說 即使看到人 也很難去下決定說 到底該不會進行射擊 因為我當天 那個穿著是完全沒辦法去 應該是沒有時間去猶豫 讓我說 到底該不會去射擊敵人 槍上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也不算是槍的問題 還是自我訓練的不夠啦 瞄準的時候沒有瞄得很好喔 特別是如果我現在想要把它換成 左瞄的時候 我這個時候 當時是槍被帶我套在身上 那我想要換到左瞄的時候 卡到自己 那就是卡到 卡到槍被帶就對了 我很不習慣 我不是左撇子啦 所以 瞄準的時候 我根本瞄不到 VIO撇子 我可以雙眼睛開來瞄準 可是如果你換成左撇子的時候 用左眼睛瞄準 我的右眼的視野會 會幾乎把左眼的視野把它蓋掉 所以這個 需要去做練習喔 而且我的 右手去握護目的時候 做那個瞄準 提槍的動作 很不習慣 所以這個大概是 在槍上 我還要再去訓練的一個部分 槍上的話大概是這個樣子 真的最主要的問題是射程跟準度 然後要去換槍管跟 內管跟皮喔 HOP皮 想要讓它調整HOP 我之後 是有去做一下這個東西啦 把它弄在竹籤裡面 那這個是裡面挖個洞 可能看得很不清楚 挖個洞 用彈頭把他挖個洞 然後把它插進去 是用黏的 基本上 這樣子可以去轉 這把 M4的HOP UP 不過不牢固喔 你在轉的時候 這個 也會造成 它這個六角扳手在晃動 所以我還會再去找其他方式 來去做 改善 不免去買那個 家常型的 那個六角扳手 那 針對場地的部分 我是第一次下場 一開始也講了 那我覺得 很尷尬的點是說 那個場地對於 死亡的玩家 就陣亡的玩家 並不怎麼友善喔 特別是如果你是在離 休息區 比較遠的地方 沒有一個安全的路可以走 我覺得這是相當不公平的地方啦 比如說 像我當天 我幾乎都是在內側啦 那下場的第一場是因為復活之所以沒什麼差別 那我第二場的時候變成死鬥模式 而且還是三個隊伍 分成三個隊伍在那邊打 那我剛好就在最 連累虛其虛最遠的喔 那不幸的陣亡了 那也是 舉手啊 可是你知道那個場地就是一大堆的草 非常的高喔 那別人看到你的時候 可能都是這樣子 一小塊一小塊一小塊 就是從那個草叢 草叢那個縫隙裡面看到你喔 所以你就算舉手 敵方也看不到你喔 看不到你舉手 他就一定是草叢裡面開啊 可能是 可能是走了一陣距離吧 所以他們沒看到我了 然後就放棄了 就不開槍了 還是怎麼樣的我不知道 反正就是走一走 要往休息區走的時候還是會被打 我是蠻想去建議就是說 去多挖個兩條路啊 讓陣亡的玩家可以安全的走回去啊 畢竟他這個休息區 他並不是說 他就 他就有最前面的地方是休息區 然後最後面的話就 到底的話都是都是戰場 這是蠻麻煩的地方啊 那這樣子的陣亡模式 也許未來有一天 開放了所謂的 集中判定 電子射集中判定 這個也沒有辦法去避免喔 沒辦法避免我剛剛說的這個狀況 因為 你完全 站在攻擊方向的角度 看到一個人過來 你當然自己射 可是問題是 你就算有集中判定 你也不見得看得到 就像我剛剛講的 舉手你根本看不到人 看不到那隻手 對於陣亡的人來講 是無辜被打 你又不能反擊 那對於攻擊方來講 就是浪費子彈 然後也曝光自己的位置 很對哪一方來講都是不利的喔 那這個是我覺得對於 這個場地不太滿意的地方 那場地大概就這樣 因為我只有打陽場裡 所以我也沒有辦法 也沒有太多的心得啦 就是覺得 哇那些草跟人 我真的是分不太出來 因為我當天是 一個人在打 可以獲得情報有限 這個東西 你完全沒辦法把它 當作是遊戲來打喔 以我來講 就是全境封鎖嘛 那以第三人稱視角 你可以看到視野其實 比第一人稱 要看得還要廣 哇那個視野比較高 用第一人稱去看的時候 靠北 那邊也是草 那邊也是草 那有人在走動的時候 你 你會搞不太清楚 自己人在走路造成的 草叢的聲音呢 還是說真的是敵人 這也是在打草叢地帶的時候 非常困擾的地方啊 所以我個人來講 我是比較 比較偏好去打城市站 不過 這個地方 似乎沒有那種類似的場地喔 所以我覺得蠻可惜的 那接下來的話 就是 裝備的部分 那裝備的話 其實我就是穿這樣子 兩條袋子 然後回收袋 然後側面就是腰帶 我現在穿的這個裝備 跟當初去參加 去參加那種生存的都是一樣的 然後那裡頭 我有塞一個板子 回收袋 沒有塞一個板子 為什麼要塞這個板子呢 是因為 它這個東西軟軟的 那它軟軟的時候 有時候你想要換蛋 你想要換蛋的時候 你可能會找不到洞 或者是它洞開太大 或是怎麼樣的 然後跑來跑 裡面的彈起來就掉了 這是一個問題 所以我才塞這個板子 但塞這個板子也是有缺點 就是裡面的空間變小 所以 可是很麻煩喔 那我現在這一身裝備 在 下場的時候遇到什麼狀況呢 第一個遇到的狀況就是 因為你知道這邊是空的嘛 我這個地方是沒有 沒有黏任何的東西 就是它的空空晃晃晃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 當我蹲下來的時候呢 蹲下來的時候 不是會頂到 頂到下方嗎 然後這個 裡面的板子呢 就頂上來了 頂上來了 然後角度又很不剛好的 我這個地方的連接處 是有魔鬼衫 然後他就這樣把它頂掉 對不對 我那個裝備是這樣子 放來放去 哇 這個裝備喔 也是需要去做改善 對 真的實際下場的時候 哇 好多問題需要去做改善 來幫助你在 在現場打的時候 更好發揮自己的功用啊 打算是那種東西 就是靠隊友 主要是靠隊友 那我當時我被打了大概 身上大概有三個洞吧 三個傷口 比較明顯是在胸口這邊 跟肩膀這邊啊 那還有一個是在背後 那個是 那個是在我打第一場的時候被打到 我剛復活而已 然後大概十秒鐘就被打到 到現在還 禁一仙泥啊 大致上來講 這一次下場 確實真的找到不少的問題 那 我現在比較麻煩 比較多疑問的地方是 要如何強化它的彈道 跟它的準度喔 那關於這把槍 人生不品 或者是什麼樣的 下場遊玩喔 你們有什麼建議的 歡迎都提出來啊 我現在真的是 非常的需要 這些資料 你們的經驗啊 有辦法讓我在下一場的時候 去做復仇吧 我那個時候打第一場 KDA是-2 然後第二場 KDA是-1 悲慘 自己這麼講也真的是 啊 更悲慘了 好啦 那就期待各位的留言喔 你們的經驗 然後也期待 能夠在下一部影片 再看到你們喔 那我是Nelke 我們下一部影片再見囉 每1 4 4 7 5 5 6 4 感谢观看